近年来 周秋二月的旅游风气普遍 屏东三地门也大力推动在地风情的观光旅游 三地门除了有得天独厚的滑翔翼飞行场地之外 还有赛家部落保留下来的原住民文化特色 像是月桃边 射箭等传统记忆的体验 都颇受民众喜爱 让我们带您一块来看看 色彩缤纷的飞行伞和滑翔翼 自由自在地在空中飞翔 赛家部落飞行场域 颇受国内外飞行爱好者的喜爱 赛家航空公园 这是我们亚洲最富盛名的航空的飞行场地 一年四季都能够飞行 在起飞点往下俯瞰了高平平原 整个静收眼底 视野非常的辽阔 你翱翔于天际的时候 那正是梦想的实现 足落飞行休闲活动热门 部落也推动月桃编织和射箭等传统记忆 不仅让传统记忆可以传承和延续下去 来到部落的民众也能够亲身体验部落的圆明文化 前的那个老人家说要练这个专统的那个射箭 然后这个打泪用 因为我们现在保育力都没有办法去打泪 后来我们就改这个比赛 不管活动 圣诞节 有过年我们都是有那个比赛 三地门乡有时候比赛 然后我们就一直叫这个小孩子来练 后来就慢慢慢慢就这样整下去 以后呢 以后那个专统也是就有了 做了三十多年 进入赛家部落 一路上到赛家集会所 路旁到处都有排湾文化的社区 艺术创作 在居民共同的努力之下 开创部落文化观光 指日可待 新唐人亚太电视 李正荣 叶子芬 台湾屏东采访报道